哇 好了 大家 大家休息喽 吃眼都發話了 正好也到了我午睡的時間了 我去喽 真是太舒服了 我們也太舒服了點 話說回來 自從來到山海京世界 樂樂每天不是趕路就是睡覺 連功課都沒做過了 那以後 我們要是回到人類世界 樂樂 豈不是要落下很多 說不定還會留急呢 留急 不要啊 我還要和金家儀做統桌呢 這是你關注的重點嗎 不如我們鋼鐵飛龍幫樂樂補一下課吧 不客 嗯 這倒不實為是個好主意 我可以教樂樂美術 我可以教數學 語文就交給我了 哈哈 體育課就包在我身上了 為什麼 感覺你們比我還要激動啊 小寶貝 小寶貝 你在哪兒啊 老大 老大 你找我 誰找你呢 我找我的小寶貝 難道我們不是你的小寶貝嗎 都是白痴呀 誰會把你當寶貝啊 小寶貝 小寶貝你在哪兒 快出來 快出來呀 嗯 哪兒的貓 敢跟我們爭寵 看我不揍死它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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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司徒勒帶回來 無論死活 去吧 我的寶貝 哈哈哈哈 今天的第一節是數學課 首先讓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問題 假設我們把兔子和雞關在同一個籠子裡 從上面看一共三十五個頭 從下面看一共有九十四隻腳 請問兔子和雞分別有幾隻呢 樂樂同學 又怎麼了 老师 兔子是站著還是趴著呀 呃 趴著 如果趴著 兔子就比雞矮 那從上面就看不到兔子的頭了 呃 站著 嘿嘿嘿 如果是站著 腳的數量也不對啊 嗯 認真回答 別問同文希的 我是宇文老師 申嵐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一首著名詩歌 《詩恩雪來的西風送》 樂樂同學 跟著我念 啊 狂野的西風啊 秋之生命的氣息 你無形 嗯 嗯 但枯死的落葉 被你橫掃 猶如金魂飛盾 遠離法師長瘾 黃的 黑的 灰的 紅的 像換肺牢 染上 天氣 今天的美術課就隨便畫好了 想畫什麼就畫什麼 想畫什麼就畫什麼 咦 有了 畫好了 嗯 不錯啊 很有天賦啊 樂樂 你画的怪兽真棒 啊 怪兽 我画的是你们呀 今天的最后一节课 是体育课 啊 老师 我今天太累了 要不 今天就这样吧 哦 太累了 那就只做一些提神运动了 提神运动 那是什么 那就是拖着众物先跑二十圈 这样跑完会非常的精神 冲啊 别偷懒 啊 恶魔啊 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啊 大人啊 他们 在干嘛 好像 是在上课呢 哦 那我也来凑凑热闹 给那斯图勒好好上一课 教他死字怎么写 嘿嘿嘿嘿 啊 啊 洛洛 提供不在上 该打怪兽 好 打怪兽 我最擅长了 钢铁飞龙 神兽 独装 神兽 神兽 这穷奇的大爪子 也太厉害了 而且攻击范围又大 这可是我的完美作之一 不厉害还叫完美吗 扑天之下 只有我 才能打败我自己 就是这样 用你的利爪撕了它 不行 等等 这种胜利的时刻 需要配一个激动人心的音乐 打奔 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 搞什么 到底会不会搞啊 怎么了 怎么停着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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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停的太早 可恶 刚才的撞击弄坏了眼睛了 这穷奇怎么跟喝醉酒一样啊 难道说 怎么了 怎么停着不动了 怎么停着不动了 这下我就不怕你了 熊奇 你倒是看准了再打呀 我看你的大翅膀 不说很久了 天王 你之前说什么来着 只有你才能打败自己 现在 我就检验检验 你说的对不对吧 哈哈 赢了 要我说 乐乐这次提课的表现 我可以 打满分 当然 这方面 我可是天才呀 可是 其他方面 都不理想 而且 还不专心上课 反正 现在时间还咋 不如 来个通宵学习 到时 我们都负责 盯紧乐乐就行了 嘿嘿嘿嘿嘿 啊 不要啊 我以后再也不敢 不专心上课了 看我怎么打败你 你 嘿嘿嘿 老大又得一分 一分十一比零 老大获胜 老大真棒 打败我好崇拜你呀 对呀 对呀 我们对你的仰慕 犹如滔滔江水 一分 整天就知道拍马屁 说 你们是不是串通好了 独一让我赢的 不不不不 老大 我们也是为了让你开心 可恶 我天网聪明绝顶 十项全能 还要靠你们让我 才能赢了 我们当然不用 反正让你最多的是司徒 可恶 气死我了 竟然说司徒勒让我 我不露点真本事 我就不配当这个老大 穷奇修好了吗 很好 不要欲驾亲征 把司徒勒捉回来给你们瞧瞧 我们好像迷路了耶 那边有棵大树 我爬上去看看方向 啊 我好像看到了 山谷的出口就在前面 人呢 哦 原来树叶茂密的那一边 就是南边啊 嘿嘿 山蓝 真有你的 什么嘛 明明我也看见了 怎么办 石头掌道了 过不去啊 嘿嘿 看来只能靠我了 咱さ 这叫一两波千斤 铁拳,好样的 去,明明我也很努力啊 司徒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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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徒勒 你在哪里 这次我一定要把你打个落花流水 证明给那几个无能的手下瞧瞧 找到你了 可恶 什么我都做不成 真郁闷 赞哥,我没有麻烦了 知道了知道了,你们肯定又有办法解决的 你们去吧 不是啊,乐乐,这次是真的大麻烦了 是吗 哦,那你们好棒哦 耶,又解决了一个 给你们鼓掌啊 你们继续,继续 乐乐,我们需要你 是天网的怪兽,又来了 怪兽啊,你们能解决呢 有什么大惊喜啊 诶,什么,怪兽,怪兽在哪儿 诶 司徒勒,好久不见呐 这次我不打败你,我就不叫天网 乐乐,快召唤机甲 哈哈,终于需要我了 交给我吧 神兽机甲 机甲正换 机甲正换 不动巨蝎 不动巨蝎 大大,你们好好看着 我这个老大究竟有多厉害 哦,老大加油 我们在总部这里看着呢 放心去吧 哎呀,好久 啊,什么球 我,我说老大好猛 我还没开始打呢 我们是说,老大,你光站在那里就好猛 这倒是大实话 废话不多说 司徒勒,接招吧 放弃吧,司徒勒 你的星星怎么可能打败我的老虎呢 哼,上次你的笨老虎连我这个小孩都打不过 能打得过我的星星机甲才怪呢 这么灵活 看来升级了果然不一样 别得意的太早 我的老虎现在敏捷爆表 你的星星能吗 瞧我的 哈哈,司徒勒 你这下没辙了吧 可恶 这穷奇也太灵活了 完全捕捉不了他的行动 对了 他的尾巴 每次 他都是靠尾巴 才能在空中保持平衡和加速的 所以 只要破坏穷奇的尾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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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你不是爱飞吗 我就让你飞飞看 这个鬼 竟然敢吃我穷奇的尾巴 司徒勒 我饶不了你 怎么回事 无法对准和飞行了 你的机器人被撞了那么多次 尾巴的平衡早就被我破坏了 这回你想飞也飞不起来了 可恶 就算飞不起来 我的两只爪子也不是吃素的 不能飞天 那你就和小猫没两样了 猫怎么可能打得赢猩猩呢 接招吧 巨星重炮 王不服 王不服 赢了 还真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呢 这回天网的穷奇也彻底报废了吧 每次都要靠乐乐战斗 真是辛苦你了 要是没了乐乐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小意思呢 小意思 看来不要瞎操心 做好自己最擅长的事就可以了 被需要的感觉真不错 我们下宫 得到